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的粉丝宝宝们应该都知道 节目中表现的是选手们在看完四位队长的大秀之后选择了队长 最后千禧街区的选手是78位 是四位队长中最少的 本来小鱼以为 就像千禧说的那样 因为他年龄太小 很多选手都会质疑他的能力 所以一开始就不会选他 但是在这位网友的爆料中 选手们似乎并不是在看完队长大秀之后按照队长的实力进行选择的 而是四位队长分四天还选 选手们哪天有时间就哪天去现场 有一位选手在采访中提到 罗志祥还选的那天他没有时间 千禧还选的那天他睡过了 才没有选这两位 也有粉丝在评论中表示想选千禧做队长 但是因为外出比赛确实没有时间 然而这样的事情 节目组却用剪辑对观众们造成误导 令人愤怒的不只有这一点 在千禧街区的选手一共有78位 其他三位队长面对的选手有好有坏 但是千禧面对的选手却实力相当 有很多都是街舞全国冠军和世界级比赛得奖者 本来就难以选择 78个人被节目组分成三组 第一组有25位选手 千禧在第一组选手中给出了9条毛巾 完全符合正常的比例 但是经过节目组的剪辑之后 在不知情的观众们眼中 却变成了千禧不懂街舞 不知道该怎么选人 在节目组演中 这是一种造成舆论和争议的好方式 但是对于不了解千禧的观众而言 会治理千禧的实力 对于粉丝宝宝们而言 看到普通观众误解千禧 甚至辱马千禧心里会很难过 千禧在录制节目的时候 经常录制到凌晨甚至通宵 为了每位选手而纠结 希望节目组能够给予他最起码的尊重